清晨 精子从床上醒了过来 最近他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 一个男子不停地挖洞 要把他埋到土里 精子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和编剧见面 把稿子交给他 和常任不同 精子一直不用打字机写稿 当编剧问他原因时 精子表示自己不会 而且他还说自己惯用左手 编剧对这一点记忆深刻 在离开时 编剧在走廊上看到了一个女孩 但一转眼女孩又消失不见了 在编剧走后 精子拿出了一只带血的飞镖 此时音乐盒的声音突然响起 屋子里变得越发诡异 这附近一直有个小女孩躲在暗处 精子也看到了他 他问姐姐 是你吗 女孩也慢慢转过头来 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 在精子的童年 他有一个孪生姐姐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都曾经在马戏团工作过 二人在童年时期练习缩骨 可以把身体完全叠在一个小箱子里 马戏团长会抛出飞镖 扔向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的女孩已经消失不见 变成了鲜花 观众们非常喜欢这些把戏 团长也非常喜欢姐姐 他总是关心姐姐 却对精子不理不睬 这让精子心生忌妒 于是在姐姐练功时 他冲过去把箱子锁住 精子想代替姐姐收获团长的芳心 毕竟二人长得一模一样 但团长看到了这一幕 过来打了精子 精子因爱生恨 用飞镖划伤了团长 还打翻了煤油灯 熊熊大火瞬间燃烧起来 姐姐还锁在盒子里 但精子却逃了出来 此后他就经常梦到 被人折成一团 塞到箱子里 被伸埋的画面 不久后 精子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他顺着邀请函上的地址 来到了曾经的马戏团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已经烧黑的箱子 而锁已经打开了 被烧成焦炭的姐姐 就在里边 幸存下来的团长也出现了 他强制精子 看恐怖的姐姐 还说自己并不偏爱任何一方 两人都是他的挚爱 在团长眼中 他们两个是一体的 总不能一生一死吧 所以团长决定 把精子装进箱子里活埋 然而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精子从床上惊醒 旁边的就是他姐姐 原来二人是连体鹰 这么多年来 姐妹俩一直做相同的梦 或许这是因为 他们彼此互相讨厌 都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当然这个故事也有其他解读 精子已经长大 但姐姐却一直是孩童模样 说不定他真的已经杀死了姐姐 却因为愧疚而无法解脱 最终才产生了种种幻觉 活成这副模样 到此为止 第一个故事 合葬 就此结束了 第二个故事 饺子 开始 面前这个女人是李太太 她是个阔太 和其他有钱的女人一样 人老猪黄 丈夫也对她失去了兴趣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孩子 她开始寻找各种方法 让自己回春 多方询问后 李太发现 这附近有一个叫 媚姨的女子 她做的饺子 能让女人回到年轻的状态 李太马上来到这个小作坊 媚姨也敢去准备食材 而她的饺子馅 是一种黏糊糊的红色肉 李太在吃的时候 感到了一股浓浓的怪味 但为了永保青春 她还是吃了下去 毕竟 媚姨已经很老了 但看起来却非常年轻 肯定有什么秘密 在饺子里 其实媚姨的秘密 是她包的饺子馅 馅里是流产下来的婴儿 吃过这种饺子后 李太感觉有些帮助 所以她又找到了媚姨 想让她提供一些极品饺子 媚姨表示 五六个月的婴儿 对人帮助最大 但是这种婴儿 可遇不可求 根本不可能大量提供 李太将壮也没有强求 随便吃了些饺子后 就离开了 没成想 五个月的婴儿 很快就出现了 这是一个涉事未深的 年轻少女 但她早就怀上了身孕 而且刚好五个月 正规医院 不可能为她做流产手术 所以只能拜托媚姨 李玉轩心的媚姨 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 她拿到了五个月的婴儿 过来吃饺子的李太 李太被这一幕吓坏了 但她还是回到了小作坊里 二人望着血淋淋的婴儿 讨论着吃下去的功效 过了这个晚上 李太变得越来越癫狂 她吃光了所有的饺子 在回去的路上 李太感觉自己容光焕发 不巧 丈夫在外面摔断了腿 她马上来到了医院里 望着回春的李太 丈夫变得越来越兴奋 二人翻云覆雨 在此期间 之前来做流产手术的女孩 突然大出血不治身亡 李太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她身上有一股奇怪的腥味 用什么香水都不管用 和媚姨通过电话后 李太才明白 自己吃的是个孽种 这个孩子是爸爸和女儿生出来的 第二天 李太来医院里寻求帮助 医生发现她已怀有身孕 李太太有些欣喜 她又来到了媚姨的小作坊附近 但这里已经被人查封了 无可奈何之下 李太把罪恶的魔爪 伸向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永保青春 她愿意做任何事 愿意吃下任何东西 太残暴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 《割爱》 在一个恐怖片片场里 众人都在忙碌着 导演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他把片场布置得非常考究 各种细节也很到位 到了晚上 导演回到了家里 他把自己家也布置得和电影里无异 他刚回家不久 房间里就暗了下来 一个男人闯进了导演家 他把导演绑在原地 导演妻子则被各种吊钱 绑在钢琴旁边动弹不得 实际上 这位绑匪就是一名群众演员 他在导演身边出演了很多戏 为了让导演记起自己 绑匪换了很多件衣服 但导演却一直没有记起来 他是谁 绑匪非常生气 冲过去砍断了导演妻子的一截手指 疯狂地表达对导演的不满 无论何时 导演总能以礼待人 即使演员们犯了错误 他也不会过多地说教 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完美的人 这绑匪有病吧 导演拥有无数的财富 而且对人和善 是个彻彻底底的大好人 这真的非常不公平 在人间的时候 导演生活幸福 此后他也一定能上天堂 但绑匪这种人却生活悲惨 此后还要在地狱里受苦 导演奸壮只好告诉绑匪 自己并没有那么完美 他也经常做坏事 但绑匪却并不买单 告诉导演 如果你想你妻子活下来 就杀了那边的女孩 否则每过五分钟 绑匪就会切除妻子一截手指 然而导演根本没有杀人的魄力 绑匪不停地切他妻子的手指 为了拖延时间 导演开始叙述自己做的坏事 他告诉绑匪自己经常恶意竞争 用各种手段打压其他同行 但绑匪认为这些坏事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表示自己早上出门前 我杀了老婆 本来还想连儿子一起杀掉 但最后还是没有很下心 说完这些 绑匪又砍掉了导演妻子的一截手指 导演只能继续说自己做的坏事 原来他早就出轨了 一个服装部的女孩子 而且导演还觉得 妻子是个木头 根本不爱她 接下来 导演又用各种恶毒的语言咒骂妻子 绑匪听了爆出一个猛料 其实导演妻子早就有了外遇 但导演并没有因此失落 为了刺激导演 他用炸直击打碎了妻子的断指 这下导演再也承受不住了 他冲过去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但女孩只是昏了过去 并没有死 女孩倒地后 假发落在地 实际上这是绑匪的儿子 他不停地刺激导演 让他杀死自己的儿子 却无意间踩到戒指上摔倒 进入了导演妻子的攻击范围 就这样 绑匪被咬断了脖子 但最后导演妻子并没有活下来 导演亲手掐死了他 作为一个完美的人 他身上不能有任何污点 所以他选择亲手毁掉这一切 纵观整部影片 合葬像一场断断续续的梦 整个故事被一个个梦的片段串联起来 导演是三池虫只 很难想象 一向偏爱血腥暴力的他 会拍出这样一部唯美诡异 色彩斑斓的电影 一切的悲剧 源于人的本性 嫉妒 第二个故事饺子 没有太多恐怖的镜头 却看出了石骨的含义 为了挽回婚姻 挽回青春 李太从吃半口饺子就呕吐 到甘之如頤的品尝每一个饺子 吃着吃着 连自己的人心和良知也一并吃了 李太和媚姨都为了青春难抵诱惑 无法抑制欲望 只能将血腥进行到底 用人肉谱写不老的青春之歌 佐料就是人性的泯面 实在丧心病狂 第三个故事歌爱里 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极端 自我演示下的导演 终于抵挡不住精神拷问 承认了自己具有的恶 从妒忌到外遇 还有对妻子的恨 爱妻子而去杀死一个不相干的人 把爱妻子却看他被人灵虐致死 两难的尴尬处境 随着高潮来临而瓦解 他的无能为力 被推放到了无关位置 所以导演最后的行为 已经变成了必然 所有破坏美好的人都得死 该片由香港 日本与韩国三位导演 陈国 三池虫史和嫖赞玉 的三部短片组成 剧情戏虐语荒诞 却又说得通 全是人性的弱点 给人以独特的观影体验 这里是小Z 看了视频 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